你骑自行车来的 你赶紧的帮我着急啊 你穿什么色衣服 灰的啊 好了 来 你说这男人现在一个个的 多不靠谱 就说我老公吧 天天喝酒 对我那是不理不睬呀 给我整的实在没法了 我就找了一个情感调节公司 人家说 只有患难才能见真情 我就顾了一个假盗贼 来绑架我 看给我老公对我是不是真心的 我觉得这招挺好啊 那这盗贼也害不来 比我老公还不靠谱呢 哎呀 这家条件不错呀 哎呀 你好 临近春节请您注意防火防盗 再见 你哥真 大姐 要不是我发现你们家窗户没关 都进来贼了你知不着 下回注意点别洗了嘛哈 你哥回来 大姐我是同一次啊 大姐啊 大姐你放过我不是来我 你啥 你来晚了知道吗 啊 几点了看表看表 几点了 交不准 你行吧过来 来吧 大姐 你要是这样的话 咱这兴致可就变了 你怕啥呀 我给你钱 大姐 我要是收你钱的话 咱这兴致可就又变了 你不那么紧急的 行行行行 那啥 那不脱衣服也行 来 拿绳子绑上 是我头一次干这活遇到你了 你是便衣啊你是 王拿吧 你还挺专业的 绑我 绑你 你想啥呢 不绑我还绑你啊 不是大姐你没吃药吗 啥 不是不是 我说大姐你挺搞笑啊 我还想说你挺搞笑的 你们公司还有没有带信誉了 说准点来你迟到 说穿一身灰 你给我整了一身黑 你敢紧的吧 一会我老公出来了 大哥在家呢 啊 你干啥去 不是大姐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来你们家就要整了钱花 我这个人本质不坏 没想到事儿有这么大现在 我这个人妈我是落老长大 你 我特别喜欢小动物 你赶紧把罪毙成问题啊 你 刚才在电话里说的好好的呢 小嘴巴巴的 那个专业 那个professional 你看你现在跟完蛋样 还不如一个好老娘们呢 大姐 你不能侮辱我 你可以说我不爷们 但是你绝对不能说我是个老娘们 好 看出来了 这小子还有点潜力 我要继续激励你 激励你要 来 拿绳子 开绑 气死老娘了 大姐啊 好像在等人是不是 但是我不管等谁啊 我这谁都等不了了 你说我今天点子也被遇到你 行了我撤了啊 你给我站住 这活没干完呢 你要是敢从这屋子走出去 以后你就必想来这圈里混了 不是大姐啊 我要是回回能遇到人 我估计我在这圈里也混不下去了 你们公司还有没有点信誉度 干我们这行还需要信誉吗 不是你是谁 大姐 本来不方便告诉我 但是既然你问了我就说吧 圈里人都叫我燕子 我姓李 家里排行老三 你就叫我赵四儿吧 你给我站 你是小偷啊 我 暴贼 老公 老公 这都倒地你离开 我跟你说大姐啊 你好像有点病现在啊 我跟你说我今天点子够背 你说我啥没头着 我整整晚上我就先撤了 我知道以后不出门了 万一再遇到个人 我是太背了一天 站 退 退 退退退退 你为什么选择犯罪 不是 大哥 行了你别说了 像你这样的人我已经见得多了 你就是他固来这里的假贼吧 你不用摇头 你看他干什么 对眼神的传递信息是不是 你现在就看着我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是不是他固来的 是 一般这种事啊都逃不过我的眼 我问你啊 你知不知道我们两个什么情况 不知道啊 不知道你这事你敢管 坐下 大哥我就不坐了 回来 坐下 我问你 你来我们家他给你多少钱 大哥我来你们家 钱不是得自己找吗 啊 那我明白了 这些钱 你拿着 大哥 你在侮辱我的职业 我跟你说啊 这个钱你要诚心给我的话 你把它藏起来 我自然而然就会过去拿 我跟你在这躲猫猫呢 让你拿就拿着 这好事 我跟你讲讲我俩什么情况 其实我跟你嫂子啊 关系特别的好 但就有一条 她特别讨厌我喝酒 你说老爷们在外面方方面面压力这么大 那喝点酒有错吗 没错 你是不是也觉得没错啊 是 她不行 每次喝完回来就说不爱她了 那不就找你嘛 找你过来跟我一起演戏 你俩挺逗啊 挺搞笑啊 你俩组个团上春晚得了呗 你不用摇头 那天你给她打电话我都听见了 你是不是讨厌我喝酒啊 今天我就跟你治这个气 就治这个气 今天我当你面喝 来老弟 陪大哥喝一个 不是大哥 我喝不了酒我工作呢 你工作自己咋个事 自己不知道我钱能知道吗 干了 这第二杯啊 咱们敬人愤 我我我这酒状我真是不行大哥 你不行你有量我同享有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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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剩哪点啊 来 哎哎呀我天 这第三杯酒啊 老弟 我就得说你两句 大哥 你先听我说一下 大哥 你先别说了 既然咱俩都有话说 咱这第三杯喝了再说吧 来 不是哥 我 来来来 哎 我天哪 说吧 不说了 再说就是酒话了 不说最好 你要这样的话吧 咱俩现在正式开喝 我现在下楼买点酒去 咱俩决战当天亮 不是 哥 我真喝不动了 哥 你不行 你行 你有量 你能 听人眼 你别说 整得挺有意思 听人眼 大姐啊 你们这是什么家庭啊 我发现你和你老公怎么着 神神都老了 大姐 今天送我点的杯好不好 这样 我走 好不好 我以后再不出门了 前面整着喝一肚子酒 我不该出门 别一会儿憋什么东西给我砸 砸着 我不可分的 大姐 大姐 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那自行车今天也不知道是咋的 那脚灯子一灯久掉 一灯久掉 你看 大姐 你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就这么着急吗 自己还把自己给绑上了 我看看绑得还挺严实 是不是不信任我呀 让你看看 让你看看什么是专业 看着啊 打电话咱俩说的 第一步 先把你给绑上 你看你给我绑好了 第二步 姐妹的事 让她交出银行卡 并且说出来密码 然后逼她借啤酒 不行 咱就剁她手啊 行不行啊 你倒说句话呀 哎呀呀呀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老板 兄弟啊 嗯 刚才是我给你打的电话呀 这话说的 今天我就接了你这一个活 哎呀 乱套了 全都乱套了 计划有变 但是大姐你放心 干我们这行 讲究的就是一个随机应变 遇事不慌 哎呦 我去吧 谁呀 啊 姐夫呀 不是她 不是她 我去吧 我明白了 大姐 就五百块钱这点小活 还至于找两个人竞争上岗吗 我可以说啊 你要这样的话 我走 我不当着二百五 哎 别 哥们儿 你留下我走 我实在喝不动了 我真喝不了了 我能够点迷糊 我本身酒量我就不行 不是 我喝不了 你就走 我酒量不行就不动 我这人吧 我一喝就走 哎呀 怎么还多一个呢 不过没事啊 酒够 你是谁 他谁呀 姐夫老能喝了 这会我的啊 别跟我抢 这 你是干什么的 姐夫你可能 我们两个见过 但是你可能不记得了 他呀从小因为 我老是跟我说过 我年龄我小 我水平座 然后我是闭上去 然后他你可能就忘了 啊 不是 不是 你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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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千万别要伤害他 不不不 可能兄弟 这个局面 我可能稍微 已经控制住了啊 但是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来咱俩喝一口 压情 不不不不 大哥 这事交给我 我去 哎 我去 光天化之 朗朗乾坤 你竟然敢在我家 做出这样的事来 今天我作为护主 我要代表我们成将 求你了 你千万别伤害他呀 不是不是 你就看他这样 你舍得伤害他吗 是 虽然他长得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漂亮 但是他身子弱呀 他身 不是啊 我跟你讲 你别过来啊 我现在我就要伤害他 我要伤害了他 别别别 千万别 千万别 你这样啊 我跟你讲 我身上有之前的东西 我都是手机 你看着没 这就一步步往那儿来了 那个银行卡 这儿 密码 密码他生日 齐活的 你看我这一点 这给你马上顶啊 那个啊 我问你啊 我说话你是不是听 听 我说什么你是不是都听 你说什么我都听 把酒扔了 嗯嗯 把酒给扔了 把酒扔了 我问你啊 现在 你前面的这个女性 你在乎不在乎他 我在乎 你爱不爱他 我爱他 他这么胖你爱他傻 兄弟 你没结过婚你不懂 我爱他 我爱他冰雪聪明 貌美如华 我爱他 我爱他贤良淑德 勤俭施加 所以兄弟 我求求你 你绑了我 放了他 你无缺的心虚话 有人给你拿 你欲转红的花 太大人了 你俩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情感呢 大哥大姐说句实话呀 我真是要你俩这个母子情深的感动劲给我感动了 大哥跟你说句实话吗 我这个假的 艳品 他顾的 考验你来了 我这这 老公 他还是我顾来的假 真的让你给灌蒙了 他呀 我呀 老公 刚才那些话 你怎么从来都没对我说过呢 不过那些都不重要了 现在有你就够了 那个大哥大姐啊 非常冒昧地问你俩一句话 这个人是贼呀 那你等着你们三人是一起兜地主呢吗 还不赶紧出你呀 哎呦 真的真的真的 给那个那个 那个保安小刘打电话 打电话呀 我这话在你呢 你快点 保安小刘 谁 保安小刘 哎呦 我天哪 这这开门开门 你你你咋来这么快的啊 咋的啊 保安小刘来的就是快 哎呦 大哥 我刚才告诉你家啊 巡逻半天了 就你家窗户没关 你说就要进来小偷了 算不算我保安小刘失职 走了 哎等等等等 小刘正好刚才要找你呢 我家真见贼了 你看我 我就说把窗户得关好嘛 不过不要紧 有保安小刘 带你们不用 啪 好 放心 走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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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不是贼 他不是贼 你再来都当务事呢嘛 贼呢 我这儿呢 贼还挺嚣张啊 起起来 起来 咱俩喝点啊 拍摄所喝啊 来来来 走走 哎 大哥 临近春节了啊 一定要防火防盗 走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大姐 银行卡 真有福气线 没什么事 那我就先撤了啊 哎哎哎哎 回回回回 走门吧 我还以为你得原地返回呢 不好意思 职业习惯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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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会儿 哎